宣告以巴冲突进入下一阶段 加萨这一夜被坦克火光点亮 大量作战画面曝光 加萨断网断电 民众抬头就看到一次又一次爆炸 地面坦克部队加上远程炮击 还有工兵开怪兽把防止一平 以军声称目的是摧毁哈马斯所有据点 还说他们击毙了哈马斯海军指挥官 只是进军加萨的人数和部队 不如当初看到30万士兵集结那么大规模 因此有军事专家认为以色列还在保留实力 不大举进攻除了怕伤亡惨重 也显示以色列还想救出哈马斯手上200多名人职 TVBS新闻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